辨别 从似是而非中看到真正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它外在的表象 有时表面问题遮挡了我们的眼睛 导致真正的问题无法被我们察觉 有一项任务摆在你面前 为了完成任务需要做什么 你看到任务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是困难还是路径 是收益还是风险 一项工作的进行必然同时伴随着许多干扰性信息 这些信息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让人们一时之间察觉不到那条最便捷的路径 但是拥有深度思考的人 往往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辨别信息 发现最本质的问题 辨别是培养深度思考习惯非常关键的一步 我们可以从日常的诸多小事入手来进行训练 遗憾的是 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秘书就紧要的事件汇报了半天 上司却不得要领 不知所云 某位员工就某件事情写了一片文字材料 洋洋洒洒几千字 同事却不知忠心主旨是什么 看了半天也不明白 历史爱好者热烈地分析了某次战争的攻守策略 却不清楚这场战争的发动本就是错误的 可以说他们的思路都被表面问题占据了 因此把时间都浪费在了无效的思考上 当问题出现时 解决问题有许多方法 其中有些收效很低 有些则十分高效 辨别的第一步 分解与剔除无关信息 比清问题的主线 很多时候 人们都能感受到一些无关信息的存在 他们是人们在思考时进行辨别的对象 就大脑的工作而言 他们就像是夏天围绕在耳边的门营 起着叮咬和干扰思考的作用 比如 在做一份明日早起的时间规划时 多数人会想到哪些问题呢 如 我很累 早晨可能起不来 我要打游戏 看美剧 晚上可能睡得很晚 我要加班做很多工作 连几点睡都不知道 天气太冷了 我可不想早起 我习惯睡了 叫 此类信息与早起计划丝毫无关 但问题的本质是 你有没有必要早起 大脑不会欺骗你 它真的很累 所以 正确的思考模式是 绕过这些影响早起的因素 直接思考和确认早起的必要性 比如问问自己 每天六点就爬起来 除了在朋友圈发一张黎明的照片 或是写一段励志的宣言 还有其他意义吗 这个时间点你有什么紧迫的必须去做的任务吗 只有将问题的主线理清了 才能坚定自己执行计划的决心 所以 执奔目标之前 先对无关信息进行剔除 然后绕开障碍 才能执奔核心 辨别的第二步 寻找最有效的方法 建立一条最直接的路径 如果你要早起 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显然不是思考怎样战胜那些影响计划的因素 而是简单明确的对自己提出要求 现在 立刻睡觉 递好闹钟 对 此时的方法就是这么简单 找到最有效的方法 在计划与目标之间建立一条最直接的路径 而不是受困于其他无关因素 80世纪40年代末 二战结束后 许多美军士兵从英国回到了国内 鉴于不少美军士兵在英国欠下过风流债 一位美军士兵的太太担心她的仙赏在英国有情人 她很想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否经常从邮局接收来自英国的情书 于是 她便花大价钱雇了一名私人侦探进行调查 三个月后 侦探告诉她调查结果 她的丈夫最近没有收到从英国任何一座城市寄来的情书 很可能她在英国没有情人 即便有 现在也应该断掉了联系 这位太太很不满意侦探的回答 她想知道她是怎么探听到这个消息的 有没有弄虚作假 我付给你这么大一笔钱 你如何证明调查的准确性呢 侦探无奈地说出了真相 她只需要每天请人打电话到邮局 报出她丈夫的信箱号码 并声称自己再等一封来自英国的信件 麻烦邮局的职员查询一下 结果 邮局每天给她回复的都是两个字 没有 过程就是这么简单 实际上往往是当事人自己将问题想复杂了 她觉得调查这件事情一定是颇费心思的 可只要找对的方法 问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在思考问题时要谨记一个原则 那些看起来非常复杂信息繁多的事情 其本质往往是很简单的 也许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 本书在第四章针对辨别的步骤阐述了一个宗旨 成为一个办事高校的人要有火眼金睛 先学会挑选自己需要的信息 然后简单直接地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找到最省力的解决方案 在现实生活中 处于对环境与问题复杂性的高估 人们很容易把一个简单的问题与无关的信息联系起来 进行复杂化思考 结果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 解决的成本也越来越高 这是潜思考经常会造成的一种局面 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脑中早已拥有了过多的知识 形成了教条式的思维 知识丰富是一件好事 但有时候经验未必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很多时候 恰恰是丰富的知识和海量的信息 束缚了我们的头脑 降低了我们的思考效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